马尼拉之家的外观设计就像是在防灶移动80和对岸1850年代的建筑 要参观马尼拉之家必须从面对San Augustine教堂的侧门进入 这里是一楼的入口处也是一方庭院 刚才大家可以看见从长廊到这里都是用花钢石所铺设的 马尼拉之家的一楼至三楼的中间夹城主要是客人来访时的后建室 这里有许多的古董艺品珍藏的典雅座椅 供来访客户、租屋房客或帮大地主管理的经理们休息 或是等候屋主进入办公室会谈的地方 直往第三个楼层 这里是整栋大屋最主要的部分 大客厅、祈祷室、主卧室、主餐厅、厨房等都汇集在第三楼 而且层色都非常讲究 无论是桌椅、餐具、家居摆设、大床、陶瓷器皿都是一等一的好货色哦 而三楼走到尾端是一间厕所 这里有并排的双座马桶 两座之间还可以玩游戏 其实这双座马桶在当时并非罕见 有些家庭还有更多座并排马桶呢 凡是要走出这栋大屋都必须经过这个阳台 这个阳台的功能很广 以前的人们都在这里洗衣、杀鸡、杀猪的 还需要在这里的蓄水处取水 看见这里有一些小小的植物 其实这些植物都可以做成烹调材料 柠檬草或者是月桃花叶呢 都是最常见的小植物